好 谢谢周群老师 现在很多在爱情当中的女生啊 都在找安全感 这个女孩就是找不到安全感 但她们恰恰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难道自己的安全感 是要从别人身上去获得吗 你去广州找工作 一定要有一个朋友在那 她才能帮助我找到工作 对吗 第二 找这个男朋友 她描绘了很多夸张的事情 但是她的那种描绘就让你 想到我要去投奔她 我就会很有安全感 是不是 所以事实呢 无情地会再给你一个告诫 她什么都没有 她是合作的 甚至于她还跟异性去 做了一些让你不能接受的事情 所以你的安全感就无处可循了 真正的安全感应该是 自己可以让自己感到安全 也就是说 安全感从自己身上去找 如果你有能力去找到 在各种陌生的环境当中找到工作 并且工作得很好 事业方面有没有安全感 如果你自己很自信 对这个男生你看得很通透 并且你知道 我们俩在一起是这个男生在 因为我的特点 我的自信而爱上我 你就不会没有安全感 你妄图通过说结婚 就能改变说让你获得安全感吗 恰恰相反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 千万不能跟他谈婚论嫁 他现在还没有全心地在你身上 怎么可能通过一个形式上的东西 就可以获得安全感呢 没有 反而你试图一直在改变它 从而获取你的安全感 但事实被改变的是谁呀 不是它是你自己 你失去了一份又一份的工作 甚至你失去了很好的一个发展的 前景的工作 你不自知啊 几次从重庆到广州挫败感 然后再回去 然后再回来 你还不能清醒一些吗 你这么去找什么也找不到的 从你自己身上找 好不好 就在你的老家 找一份适合你的工作 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开始自己独立的 有尊严的自己的一个状态 会让你越来越美丽的 而这个男生呢 他会被你吸引到你的身边的 如果不被你吸引 那就是另外一个男生到你身边 重要的是 你有一个值得他们爱的 真正的自己 好不好 有了这样的自己 就有安诚感 就这样 好 谢谢秦总 我想问男生一个问题 你陪他去医院的那个女生 是不是有独立的工作 你的同事 对吗 对 是不是他也可以和你玩游戏 对 你看到没有 姑娘 你生命了 他会跟你说喝杯热水 但是他会陪那个 有独立工作 并且能跟他玩到一起的女生 去医院 你既然是他的女朋友 为什么不能够爱他的爱好 玩游戏不是什么 十恶不赦的事情 如果你能懂他的游戏语言 你完全可以走进 他的内心深处 你一直在为自己的 不找工作找借口 你说你去重庆 找三份工作 都是因为这个工作不适合你 什么适合你 把自己的命运 安排在一个男人身上 就适合你吗 你所有的安全感 绝不是来自这个男人 况且 你的生命刚刚开始 你在二十二岁 你怎么知道 这个男人一定是 你生命的归属呢 姑娘 我希望你听得进去 这是你来这个节目的 重要意义 只有你改变自己 世界才会改变 这是我要说的 男孩子我想说一句话 懂得珍惜